第六章 最强之贝狸 罗峰按照他的第一计划行动着 朝贝狸所在区域赶去 贝狸 昏暗之地中 一名介兽正仓皇高速飞行逃窜着 同时愤怒嘶吼道 你已经是四阶巅峰 我们介受巢穴跨入四阶的有好几个 你怎么不去对付齐亚 莫合他们 你吃掉他们一个 抵得上吃我们百个 你现在一直追杀我们 只会让莫合他们变得越加强大 若是他们先你一步跨入五阶 他们一定会吃了你的 在他的后方 有着另外一头介兽在高速追着 追着的这一头介兽的两头颅上 独眼进阶泛着彩光 低沉道 我该怎么做 轮不到你卡穷娇 错 后方的介兽贝狸不断加速 速度明显更快 贝狸何尝不知道 自己大肆捕猎的策略 使得自己无法掌控全局 令整个介兽族群中一些顶尖介兽 有机会脱离贝狄的控制 若是像当初 贝狄不杀那些弱的介兽 专门盯着一群强的介兽 令那些强大的介兽 根本没机会 之前的策略简单 可注定很缓慢 银河领主罗锋的威胁 使得贝狸不敢放慢脚步 他必须不断地吞吃 不断地变强 我比墨盒他们几个强 我一直在吞吃 一直在疯狂加快进化 我过去强 将来也会一直强 贝狄两颗独眼中满是疯狂 眼看着便要抓上那头介兽 哼 之前逃窜的介兽 身体瞬间分裂 化为99分身逃窜 因为是介兽彼此对战 他的保命招数介光通道 会被贝狄的介光领域干扰 根本无法稳定形成 所以他也根本不会施展那一招 即便真的能施展介光通道 逃离他也会更加虚弱 在介兽巢穴中将会死得更惨 嗡 满脸猙獰的贝狄 全身立即迸发出蒙蒙彩光 无尽的彩光 笼罩周围的时空 正是四阶介兽特有的介光领域 强大的束缚力量 作用在99分身上 令那99分身犹如陷入泥潭 飞行速度慢的离谱 哼 贝狄也是 瞬间碎裂化为99分身 分扑向对方的99分身 99个缩小一号的介兽 疯狂撕咬向对方 贝狄 那逃窜的一方 其他分身 尽阶消散 只有一分身凝聚成本尊 满是疯狂 他穷 死吧 贝狄的99分身 其他也尽阶消散 化为一本尊 依旧撕咬对方 二者疯狂的撕咬 翻滚 在这昏暗之地中 无尽疯狂厮杀着 皮肤碎裂 乌黑的血液乱飞 贝狄是四节巅峰 卡琼则是三界 且周围 还有戒光领域加持 这厮杀完全是一边倒 吃 血光环绕着利爪 瞬间刺穿了戒兽卡琼的胸膛 另戒兽卡琼胸膛出现了一个大窟窿 他的戒没了 全身一颤 便完全失去的反抗之力 贝狄 你一定会死的 一定会 卡琼两头颅上的毒眼都盯着贝狄 你不去猎杀莫和他们 却对付我们 你一定会死 死在你的愚蠢上 咔嚓 贝狄的两头颅的血盆大口猛然张开 同时咬住卡琼的两头颅直接咬碎 而后咔嚓咔嚓地咀嚼 他的牙齿轻易咬碎 而后吞入腹内 借着继续大口大口地撕咬吞吃 很快 一头戒兽 整个就被他给吃光 又一个 贝狄抬起两头颅 两毒眼上闪烁着光芒 还差些 还差一些 疏 贝狄直接一个瞬移消失了 约半个月后 借兽贝狄正疯狂追杀着另外一头戒兽 因为贝狄将周围空间凝结 根本无法顺移逃跑 一追一逃 吃下他 我就差不多快五接了吧 贝狄期盼着 高速追着另一头戒兽 寂静的昏暗之地 听不到任何声音 在一条贯穿虚空的滚滚长河中 罗锋正站在长河上空 怎么方位又变了 这戒兽被敌方位一直在变幻 这家伙行动起来速度都那么快 而我却要小心翼翼 避免被其他戒兽发现 罗锋很不满 在遥远的罗锋小型宇宙内 摩罗撒则是恭敬向神力划身道 主人 我当初传开的讯息 还有我败在主人麾下 令戒兽们进化大大加快 平常他们都是很悠闲地在各处 偶尔才会一次狩猎 而现在个个都很疯狂 都在不停移动 贝迪也是这样 贝迪现在应该就是在疯狂捕猎中 因为其他戒兽能感应他 所以能够早早就逃离 令贝迪很多次都是白白跑一趟 可因为整个巢穴中的戒兽非常非常多 贝迪朝一个方向追杀过去 那个方向或许分散在数十万戒兽 各个乱逃 有些甚至厮杀 这便让贝迪有了机会 加上贝迪瞬移 距离最远 所以偶尔还是能成功的 神力划身听的点头 将他的坐标时刻标注 是 主人 摩罗萨恭敬应道 明知贝迪一直在狩猎移动 可罗锋却不敢停下歇息等 贝迪停下来 因为一旦贝迪停下来 恐怕很可能进入五阶了 必须尽快追上他 罗锋化为一漂浮的岩石 又再度超远距离瞬移 不断追进过去 论瞬移距离 罗锋还在贝迪之上 可贝迪是肆无忌惮地想去那去了 罗锋却需要必让开很多戒兽 因为靠近戒兽 会让戒兽感应到瞬移波动 戒兽们感应到瞬移波动 却又感应不到其他戒兽在哪方位 定会怀疑 肯定会立即围杀过来 这样便容易暴露 所以得绕开很多戒兽 使得罗锋走了很多冤枉路 说不定贝迪会朝我这赶来 那我就能迎头而去 直接抓住他了 罗锋期待着 巨大的岩石则是在昏暗之地中 一次次顺移着 时间流逝 摩罗萨一直维持着昏暗之地的模型 也维持着所有介受的光点 从那些光点便可判断 一旦贝迪和某个光点碰触 很快另一个光点便消散 显然 贝迪在狩猎吞斥中 转眼罗锋进入昏暗之地 已经三个多月了 在一座悬浮着的怪异的突顶山峰之上 戒兽贝迪正盘踞齐上 气息收敛 只是周围空间中溢散着的能量 却不断朝贝迪汇聚过去 自然凝聚成无尽的黑物 昏暗之地乃是巢穴 是戒兽们的摇篮 自然蕴含着一些特殊的能量 黑物环绕 一圈圈包裹介受贝迪 呼 谢 黑物时而弥漫 时而缩小 仿佛一个大心脏 在不断地膨胀收缩 这种状态不断持续着 而在昏暗之地另外一处 发现贝迪竟然没有移动 罗锋自然大喜 连朝这方向赶来 竟然暂时停下了 这么远的距离 虽说要绕过不少地方 可只要给我半天时间 肯定能够赶到 刷刷刷 岩石在迅速顺移前进 黑物心脏一次次膨胀 收缩 终于 西整个黑物猛然一次收缩 竟然剧烈收缩 进阶缩缩入到贝迪的鼻子中 无尽的黑物 进阶涌入贝迪的鼻子中 露出他的身躯来 只见他的身躯表面 开始浮现一阵阵血光 血光环绕着他 逐渐的血光逐渐浓郁 轰 轰 浓 接受贝迪所在的时空 一次次振战 一股无比强大的可怕毁灭波动降临 笼罩在他身上 他身上的血光也越加浓郁 体型也逐渐在慢慢变得更庞大 论体型 越是高阶的介受 本尊体型也是越大的 足足持续了约一个小时 血光开始渐渐收敛 贴在他的乌黑皮肤上 在介受贝迪全身皮肤上 开始形成了古怪的血色丝线纹路 片刻一切消散 介受贝迪全身都布满了血色丝线图纹 散发着让灵魂都心颤的气息 呼 介受贝迪缓缓呼出一口气流 睁开了两颗毒眼 他的两个头颅上都露出了轻松自在的笑容 终于 终于跨入五阶了 介受贝迪终于轻松了 自从摩罗萨那边传来讯息 以及摩罗萨被镇压乃至奴役 介受贝迪开始新的策略后 就一刻从未轻松过 他知道他在赌博 若是其他介受先进入五阶 他就麻烦了 可是他不能不赌罗峰 给他的威胁太大了 这一段岁月 他一刻不敢松懈 跨入五阶 介受巢穴内 谁也不再是我对手 莫合他们注定必死 介受贝迪两颗毒眼中掠过一丝疯狂 莫合 齐亚等几个介受都跨入四阶 贝迪虽然占据优势 可最多去压制而已 想要杀是很难的 就像当初贝迪很难杀摩罗萨一样 而现在不同了 他进入了五阶四阶 就那么几个 莫合 介受贝迪 直接一个瞬移 开始行动了 不过我瞬移距离 还是保持和四阶是一样 这样 莫合他们恐怕也不知道 我跨入了五阶 现在才移动位置 在距离介受贝迪不远的一处 一块巨大的岩石悬浮在虚空中 晚了五分钟内 我便能追上你 刷 岩石迅速朝介受贝迪逼近过去 要费迪逼近过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